上世纪九十年代 有种婚姻叫嫁死 女人故意嫁给矿工 等矿工在矿难里出世 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抚恤金 米香就是其中的一员 她有个天生吃傻的儿子 丈夫抛弃弃子 留下母子俩相依为命 同乡金姐看她可怜 给她出了个主意 那个年代北方掀起一阵煤矿潮 矿上工作虽然收入高 但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有人动了歪心思 校长出事之后 她老婆高兴得跟傻似 她没鸡田呢 其实矿工们也不傻 他们只想有个女人陪伴 辛苦一天回到家 能吃上一口热饭 金姐的提议让米香有些心动 她带着儿子辗转跋涉来到河南 在一个国营矿场安顿了下来 一边摆摊卖豆花赚钱 一边物色合适的目标 米香年轻漂亮 干活勤快嘴巴又甜 卖的豆花很受矿工欢迎 矿工里有个叫大理的 长相英俊温和尤里 经常光顾米香的摊位 还陪着米香的傻儿子玩 两人渐渐暗生情愫 可是金姐却告诉她 大理的家庭情况有些复杂 家里有个重病的母亲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妹妹 全家都指望她一个人养活 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对象 米香虽然也对大理有好感 但出于现实的考虑 她最终还是选择放弃 另一个矿工进入了米香的视线 这天调皮的儿子 玩得满手都是你 不小心弄脏了男人的衣服 米香赶紧上前道歉 说要请男人喝完豆花 男人名叫王驼子 是矿工们的师父 王驼子对米香的儿子很好 不仅给他买了新鞋 还经常带徒弟们过来帮衬生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米香得知 王驼子自幼父母双亡 因为长得丑又驼背 没有婆娘愿意嫁给他 王驼子的条件不错 为人也敦厚老实 是绝佳的选择对象 但米香心里放不下大理 直到这天傻儿子误闯进工地 被当成小偷抓了起来 老板让米香交一百块钱罚款 一时间他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好在王驼子敢来解围 看在老师父的面子上 老板放了他们一马 另一边京姐也劝他 王驼子虽然长得丑 但男人嘛 关了灯都一个样 在女人的主动攻势下 米香很快就搬进了王驼子家 每天帮他收拾屋子做家务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架势 但王驼子也有自知之明 这么漂亮贤惠的女人非要倒贴 无非就是徒妹两个钱 一个想有婆娘照顾 一个想要男人的钱 成年人各居所需 自从两人住到一起 米香每天便招法地煮饭 饭菜一个星期不带虫样 惹得矿里的同事羡慕不已 晚上女人还会给他打水洗脚 这让单身多年的王驼子 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月底发了工资 他第一时间交到米香手上 可是女人却拒绝了 让他把钱好好存起来 这也让王驼子渐渐放下戒备 第二天一早 矿上传来消息 说是出事死人了 米香听到消息后焦急万分 他并不是担心王驼子 而是怕煮熟的鸭子飞了 他还没和王驼子领证 如果现在出事了 一分钱都领不到 好在男人并没有出事 米香这才放下心来 王驼子看见这一幕 感觉心里暖暖的 他误会米香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危 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 让王驼子整夜难眠 他蹲在路边抽烟 这时米香的儿子出来找他 听着这一声声爸爸 王驼子的心都化了 晚上米香贴心地为男人捶腿 王驼子想起白天的事 终于做出一个决定 他取出藏在炕下的存折 郑重地交到米香手上 向面前这个女人求婚 第二天他们就去了民政局登记 米香终于拿到了 梦寐以求的结婚证 女人日日盼着新婚丈夫早点死 这样就能拿到一笔巨额赔偿 可怜的王驼子一无所知 看着娇妻和便宜儿子 乐得何不拢嘴 晚上看着又老又丑还驼背的丈夫 女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为了她死后的那笔钱 米香只能忍了 她每天数着那点钱 这都是以后留给儿子娶媳妇的 婚后女人的态度180度大转弯 之前还每天大鱼大肉 现在不再每天费心思煮饭 王驼子一脸啃了一个礼拜的馒头 到了晚上 米香嫌弃丈夫 宁愿熬夜看电视也不肯上床 等到夜深人静 男人睡得憨声大作 才小心翼翼蹭躺下 这样的日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米香找到金姐诉苦 每天看到王驼子的脸她就恶心 真希望她早点死了安生 金姐给她出主意 在他们那有个风俗 女人来月经不吉利 如果把月经纸埋到人家地里 这个人就会倒大霉 于是晚上米香趁男人睡着 悄悄来到王驼子上班的矿场 把自己的月经纸埋了进去 祈祷矿上能快点出事 让王驼子被石头砸死 毕竟做了亏心事 白天米香有些心神不宁 破天荒做了早饭 王驼子还一无所知 笑呵呵地说 等发工资了给她买新衣裳 面对男人的关心 米香有些愚心不忍 内心备受煎熬 每天茶不思饭不想 很快就病倒了 在床上浑浑噩噩躺了一天 总算好点了 却听说矿上出事了 砸死了好几个工人 米香风味一般冲到矿上 在地上看到了丈夫的水壶带 米香以为是自己的诅咒灵验了 巨大的内疚和自责涌上心头 突然身后有人喊她 竟是灰头土脸的王驼子 原来她去给米香买柚子 阴差阳错逃过一劫 出事的并不是王驼子 而是米香之前喜欢的大理 她当场就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米香非常内疚 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大理 痛苦的情绪无法宣泄 她只能抓起桌上的柚子 拼命往嘴里塞 吃到最后都吐了出来 她躺在地上难过的失声痛苦 自己亲手害死了心爱的人 王驼子什么都没说 只是默默给她端来热水 备受煎熬的米香 不顾丈夫的阻拦 冲到矿场将月经纸挖了出来 她害怕矿场再出事了 害死无辜的工人 却不料矿市滑落 她不幸被砸伤双腿 再次醒来已经躺在医院 王驼子没日没夜照顾她 夜里她脚冷 王驼子就抱着她的脚 睡了一整夜 白天又赶回家煮饭 包了一锅营养鱼汤 自己舍不得吃一口 还贴心地为米香挑取鱼刺 王驼子的好 米香都看在眼里 她不仅对米香一个人好 对米香的儿子也是如己出 出院的那天 她艰难地蹬着三轮车 接妻子回家 阳光打在男人苍老的脸上 米香心里有种油然而生的幸福 她靠着男人的背上 第一次感受到了 有个男人能够依靠 是多么的幸福 她决定和王驼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矿上工作实在太危险 女人劝丈夫辞去矿上的工作 自己攒了点小钱 可以一起摆摊做生意 虽然钱不多 但维持一家人生计没问题 王驼子却不舍得让米香吃苦 米香拗不过她 想着至少得为老王家留个后 于是专程跑去医院 做手术取下劫育环 但王驼子却高兴不起来 就在前几天 米香的儿子贪婪走丢了 两人找了一天都没找到孩子 米香都绝望了 以为孩子掉下山崖了 但是王驼子没有放弃 他上山找了一夜 终于找到了孩子 这件事后他生了一场病 医生检查后发现 男人得的是癌症 王驼子不想让妻子担心 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 医生告诉他 治疗费用至少六位数 而且就算治好了 也有很大概率会复发 男人决定放弃治疗 抓紧生命最后的时间 给老婆孩子多赚点钱 他离开了稳定的国营矿 去了一个小矿场 规模小的矿场不安全 很容易发生矿难 王驼子想着 如果自己能死在矿上 就能给米香留下一大笔抚须精 就这样他顶着身体的疼痛 继续在矿井上班 直到工友发现了 他柜子里的药 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米香 米香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都想和丈夫好好过日子 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他 手足无措的他找到荆姐 荆姐劝他想开点 一开始不就是 涂王驼子的钱吗 巴不得他早点死 这下得病了更好 反正王驼子都放弃治疗了 等他死了 米香就能继承他的遗产 荆姐嘴上说的没心没肺 但何尝不明白 王驼子是个好男人 他拿出仅有的一点家当 让米香拿去换钱 给王驼子看病 米香每天求神告佛 就算砸锅卖铁 他也要治好丈夫的病 这天晚上王驼子回到家 拿出了买给儿子的玩具 还有一条漂亮的围巾 米香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 对着丈夫强颜欢笑 两人喝起交杯酒 米香深情地表白 再次表示想为王驼子生的孩子 可却被男人拒绝了 他不想自己走后 米香孤儿寡母 拖着两个半大的孩子 米香哭着求丈夫 不要去矿井上班了 王驼子笑了笑 答应他明天再去上最后一天班 早上米香送他出了门 叮嘱男人今天一定要早点回家 自己包了饺子等他回来吃 铁轨上男人驼背的身影 是那么落寞 王驼子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他不顾徒弟的提醒 拼命挖着矿 最终矿井塌方 王驼子再也没能出来 米香包了整整一桌子饺子 却再也等不到丈夫回来 王驼子的死 换来了矿场八万块的抚恤金 王驼子用自己最后的生命 想为妻儿换回更好的生活 但是米香放弃了那笔抚恤金 这不是钱 而是丈夫的命 她的良心做不到 拿着沾满血的钱去过日子 金姐劝她想开点 还有儿子需要照顾 米香终于忍不住失声痛苦 她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里 临走前看着丈夫的墓碑 这个一直被人喊驼子的男人 也有自己的名字 他叫王长宝 米香一开始是为了钱接近王驼子 可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 用自己的真心换回了女人的真情 故事的结尾 米香带着孩子踏上了回老家的路 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